爷爷生病住院 我把他管子违法吗 这也太离谱了 这是个真事 之前呢 西班牙有一个26岁的小伙 去医院探望住那个爷爷 就准备啊 给爷爷拍张照片 发给家人们 放心吧 有我在这儿 爷爷一切都好 那手机电量啊 居然只剩1%了 那就顺手把强烧的插头 把自己冲上来 这下好了 不要电了 我给爷爷拍个帅照 而之后呢 还顺着玩了个游戏 旁边老爷子不行啊 整个脸 憋得跟紫鼠一样 小说话他又说不出 估计小说 孙子 我的呼吸机被你拔了 好在啊 他中转着按下病床的紧急电动 护理人员才赶到 那如果因此啊 爷爷走了 这小伙构成犯罪吗 真的不是故意的 我就想给爷爷拍个照 如果是这样 脑子把他的 其实是不构成故意杀人 但这也属于重大过失 构成过失人死亡 这让人哄疼大笑 最后呢 还是建议各位家长 不要随便打罢孩子 跟他们好一点 他们每一个都是天使 搞不好等你住院的时候 就带你走了啊 谢谢 因为有爱他就该往前闯